好 下面继续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 昨天下午呢 俄罗斯参演的所有的舰艇陆续到岗 今天的中俄两军双方相互参观舰艇 我们城市频道的记者田柳也获邀登上了中俄主力参演舰支参观拍摄 进入今天的田柳探营 这次中俄双方共派出了31舰级参加军事演习 其中中方参演军舰围郑州号导弹驱逐舰 宁波号导弹驱逐舰 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 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 燕台号导弹护卫舰 柳州号导弹护卫舰 022型导弹快艇和多架固定翼飞机及舰载直升机 俄方参演军舰围 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五位级大型反潜舰 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快速号 鲍里斯奇力金级补给舰 蝉除级坦克登陆舰 纳加远洋扫雷舰 格林级托船 卡27舰载直升机等 在这次的中俄联合军演中 导弹驱逐舰郑州舰和林波舰 是首次参加中俄联合军演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郑州舰的甲板上 那在演习之前呢有一个环节 就是让我们中俄双方的海军呢 相互参观对方的舰艇 我们参观俄方的舰艇呢 就是昨天在节目里介绍过的 瓦良格号巡洋舰 而中方提供的参观舰艇呢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郑州舰 它是一艘年轻的战舰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刚刚参加服役 那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第三代导弹驱逐舰 有着中华神盾的美誉 这是我们主号系统 那个呢是我们的进程传导机 进程传导机 那么郑州舰呢 它配备的这个垂直导弹发射装置呢 是可以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 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 和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它的服役也大大提升了 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舰艇编队的防空能力 现在呢我们又登上了 宿有航母杀手之称的 瓦良格号导弹巡舰舰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也是外观上 对这艘庞然大物进行了一下感受 今天登上了这艘战舰 真的是有点小激动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战舰的甲板上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我的脚下有两条这样的一个轨道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推射水雷导弹的发射 而在它的不远处呢 我们可以看到舰艇的干扰弹发射装置 你不要小瞧它 因为每个发射装置安装 有十个干扰弹发射口 可以进行无线电干扰和电子干扰 应该说这次演习前的相互上舰 参观中俄两国海军友好的相互合影 更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此次演习课目呢 也包括了毛地防御 联合对海突击 联合反潜 联合护航 联合解救被劫持传播 以及海上实际使用武器等等 涵盖了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个领域 应该说这次中俄联合演习 在所有的演习中 是属于中等偏大的一种演习 因为它是真正带有战术背景的演习 因为它有的这个反潜演习呢 就是海军与海军之间最高规格的一个演习课目 难度非常大 它牵涉到了雷达预警机的指挥 导弹拦截等等 用海军副司令员田中将军的话来说 这次演习呢 必将提到两国海军的联合行动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常态化 机制化的一种合作形式 江苏城市频道从上海军港为您发回的报道